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看清一个人,不用试探,也不用猜测 只要记住这四句话 人生海海,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 有的人照亮了你前行的路 有的人抹去了你心口的路 而有的人却给你此生永远的痛 世人万千,人心难测 真真假假,叙叙实实 我们无法轻易做出判断 于是就有了试探,有了猜测 有了怀疑与不信任 但其实,想要看清一个人 不用反复试探,也不用过度猜测 只要看这四件事就够了 一,生气的态度 有人说一个人在生气时 最容易看出人品 稀稀想来的确如此 毕竟,一个人在生气时 往往做不到伪装 一些不妥的情绪 想法甚至行为 也会随着脾气 一股脑地发泄出去 所以啊,要想看清一个人 不妨看看他面对生气时的态度 前段时间看过一个新闻 在山东烟台的某个高速路口 有个孕妇站在应急车道处 有些不知所措 交警上前询问才得知 原来他和老公在车上吵架 老公一气之下 把他扔在了高速上 独自开着车离开了 全然不顾 高速路上 车来车往 有多危险 更何况他还怀有身孕 视频地下 不少网友留言 怀着孕都这样了 平常不更过分 妻子怀孕 这丈夫都能如此对待 平时指定不怎么样 真的过分 再怎么 也不能把怀孕的妻子 扔在高速 算什么男人 诚然 我们不是当事人 不清楚他们具体吵架的原因 但不管怎样 丈夫的行为是不应该的 夫妻之间难免会有磕磕绊绊 争吵冷战也是常有的事 可是 你再生气 也要考虑到后果 而不是由着自己发脾气 做出不理智的行为 我们总说 生气最能暴露一个人的本性 是因为一个人的情绪里 藏着他真实的样子 包括人品 气度和教养 你在生气时 所表现出来的刻薄 自私 算计 或许并不是因为情绪 战胜了理智 有可能就是一个人 的真实内心 而真正的人品 经得起愤怒的考验 他们不是不生气 而是即使生气 也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管得住自己的脾气 这样的人 也是值得我们尊重和神交的人 二 利益冲突的态度 听过一句话 判断一个人真心与否 看他与你利益冲突时的表现就知道 利益 是人性的视心时 一个人值不值得交往 就看 他在与你利益冲突时 做出怎样的抉择 你会发现在利益面前 再深的感情 也有可能会消耗殆尽 而最终的结局 亲人变仇人 朋友变路人 让人唏嘘不已 记得在看电视剧《安家》时 印象最深的一幕场景时 姜奶奶为了给老伴看病 想卖掉一套老房子 但这套老房子 是和两个外甥 共同拥有的一套 三层老洋房 而它只占第二层 当姜奶奶去征求 两个外甥的意见时 他们表面上答应卖房 背地里却各种阻挠 不仅提出各种奇葩条件 比如我们帮你顶着太阳扇 应该多分5%的钱 甚至还故意拖延卖房时间 大外甥躲在医院里装病 就是不肯签字 按照两个外甥的想法 等到这无儿无女的老两口一锅室 房子自然就成他们的 所以他们不会 也不可能真心同意卖掉房子的 但遗憾的是 他们的小丧盘并没有得逞 刁奶奶在老伴因为 并行恶化去世后 将自己的那部分 房产捐给了国家 彻底斩断了两个外甥的贪念 你看 在利益面前 很多关系 其实脆弱的不堪一击 怪不得会有人说 利益像是一面照妖镜 让很多人在他面前 原形毕露 因为 人在与他人产生利益冲突时的 态度 是一种最真实的人品反应 真心实意对你好的人 并不会被利益 多管 钱多钱少 而精明算计的人 却出出计较 恨不得把所有线都占为己有 有时候 能探出人性的并不是时间 而是利益 而面对利益的态度 印证了一个人的人品 也看透了一个人的人心 三 对待弱者的态度 月儿专家李梅锦教授 分享过一个故事 小时候 他们家住在平房里 有一次 他正在洗衣服 突然闯进来一个农村妇女 手里挂着 一筐子鸡蛋 当时很多农村家庭 想赚点小钱 改善一下穷困的生活 唯一的方法 就是把家里的鸡蛋 农作物等卖出去 但是他们不敢摆摊 因为会有城管驱赶他们 所以就只好挨家挨户地 推门销售 正在洗衣服的李梅锦 就这样 被突然闯进来的陌生人 吓了一跳 他立马吼了出去 指着那个农村妇女说 谁让你进来的 你给我出去 这是李梅锦的父亲说话了 他说 梅锦 你不许这样对人无理 他们生活很不容易 你可以不买人家的鸡蛋 但要好好跟人家说话 后来 李梅锦的父亲还专门 跟他讨论过这件事 并说了这样的一番话 在生活中 如果一个人的地位比你低 他们的状况不如你 这样的人要被好好地对待 而这也成为他们家的家训 用来教育一代代子女 在网上看到这样的一句话 一个真正有这样的人 绝不是一个没有脾气的人 只是不会把脾气 发到一个比自己弱的人身上 而一个人对待弱者的态度 往往就是他对这个世界 最真实的反应 因为一个人在面对地位比他高的人时 那种低调谦逊的姿态 有可能是伪装出来的 但面对地位比他低的人时 往往会卸下伪装 暴露出自己的真实的本性 但其实 真正的教养是根植于内心的修养 是不以为人的身份 地位为转移的 也就是说 无论你地位高还是低 他们都会以同样的姿态来对待你 而不是 你地位高就谦逊有理 他叫风声 你地位低就傲慢轻视 高高在上 所以 要想看清一个人的人品如何 教养高低 看他对待弱者的态度 就知道 四 对待家人的态度 作家张德芬说过一句话 越是要面子 喜欢讨好外人 获得认同的人 对自己亲密的人越不好 因为能量都用到外面去了 面对亲人只好放松 把负面性 不耐烦等通通偷偷地展现 在现实生活中 这样的人还真不少 他们 在外人面前和和气息 礼貌得很 在家人面前却暴跳如雷 恶语相向 这是因为 外人不会惯着我们 他们不敢也不会 将自己的坏脾气给撒出来 但是家人就不一样 即使发脾气 家人也不会轻易离开 因为有恃无恐 所以肆无忌惮 可是不管怎样 还是想说 外人只是我们生命中的过客 家人才是陪伴我们一生的人 而我们对待家人的态度 不仅体现出我们的真实性格与教养 也体现出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人 正如网上的一句话说的那样 对待家人的态度 是一个人最真实的人品 要知道 对待外人和气 对亲人暴躁 并不是一种厨师智慧 而是人性的 愚蠢之一 一个真正高情商 有教养的人 是既对外人和和气气 也对家人和言约色 试想 一个对家人充斥着不耐烦 总是冷嘲热讽 动不动就发脾气的人 又怎么能得到 他人的尊重和信任 而一个对家人态度温和 心平细合 有说有笑 沟通和分享趣事的人 相信人品啊 也不会太长 俗话说 人怕走错路 心怕给错人 但并不是所有人 都需要经历一番 痛彻心扉的领悟后 才明白 谁是真心相待的人 想要看清一个人 其实并不难 看他生气时的态度 一个人在生气时 也能够控制脾气的人 往往也能控制自己的人生 看他利益冲突时的态度 能够经受得住 金钱考验的人 自然也是一个值得 交往和共事的人 看他对弱者的态度 不把自己当回事 尊重每一个人 他的内心一定足够包容 与前辈 看他对待家人的态度 把好脾气 好情绪留给家人 这样的人 人品和教养 都不会太差 余生可贵 你的真心 要留给最值得的人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